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司小凤 回大山几天了 今天来帮阿姨干煞火 快点小妖 阿姨在那里挖地了现在 阿姨 我来帮你干火 阿姨 你种什么 种芝麻 怎么种啊 你叫我 还有花生啊 嗯 我打好绷子 等着我 那里种人 那里那里种芝麻 那里不特别 别搞到这 这些花生 这些留下进来 它是有混的 做肥 哦 给它做肥料啊 对 它这种肥料是 红菌的那些好 哦 这样子啊 我刮好 后来就会打绷子 终于行 终于逛飘的 嗯 我拿鸡箱头子 你来一个 鸡走开 就这样子 你看 我把 放在一起 哎呦我来挖嘛 不用了 我去拿芝麻来种 这个就是阿姨的芝麻羊 嗯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汉菜啊 芝麻羊啊 芝麻羊啊 阿姨种一颗 进去还种两颗 两颗到三颗 两颗三颗一起种啊 嗯 好 从这里开始种 嗯 就从这一道去种 嗯 这种 这么大太阳种下去就死掉了 浇水啊 你等上跳铜来浇水啊 不是 这泥巴洗到 整个东西 整个泥巴洗到 整个泥巴洗到 我都怕要明明 种这种东西啊 你要听你妈的 你妈说没事就没事 哎呀 她要种 我有什么办法 我一百块钱 我可以买好几斤啊 吃都吃不完 加上这个芝麻又不好吃 把这泥巴敲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 芝麻 秧种进去 阿姨说种两到三颗 就给她种三颗吧 小凤啊 这么大太阳不要种了 回去了 怎么可能不种 不种你来种吗 丧死了 丧死了 要干啊 干这两盒算什么 你想想 我在青州那么大太阳 我还不是照样喂猪 喂鸭 扛那么那么大一包饲料 这两盒算什么呀 那不是吗 阿姨我来帮你挖 你 是这样挖吧 是 很挖 阿姨在这休息一会再去干 太阳太大了 好 等一下可以 对啊 等一下可以 阿姨这个是你的手机啊 是啊 你看几点钟啊 差不多五点钟了 五点了 已经 五点了 五点钟了 太阳还是这么大 等一会些都会太阳 凉快点 阿姨你累了吧 我帮你按摩 不用了 没事没事帮你按摩 累了 阿姨你不用干这么 你不用干这么多活的 我做习惯了 不用做这么多 太阳大 等一下可以 扎里面就你跟叔叔两个人 小勇要很少在扎 你不用干这么多的 太累了 端了一下 不用干这么多 没事没事 你也休息一下 我不用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说真的 五点钟了 太阳还是这么大 南威阿姨每天来山里面干活 挺南威阿姨他们的 在农村就是这样 干活农活 每天起早餐黑的也挺辛苦的 阿姨辛苦吗 有时候辛苦 有时候不辛苦的农村 阿姨你不用干这么多活 你干那些重活 你留给小勇来干 知道吧 哇我发现这个水好冰啊 小勇 这里的水啊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智囊水 干潜水啊 对啊 它是从 最里面那个水井冒出来的 可以喝吗 小勇这个水 可以的可以的很凉快的 我放一下 嗯 好清凉啊 好甜啊 跟 跟外面那个水不一样 有点甘甜甘甜的这个 小勇 啊 太阳太大了 你去休息吧 你回去嘛 不要 这两活 这个太阳 我这点我种得起了好 种得完了 没事没事 这活没事吧 阿姨我可以种了 你放心吧 你回去吧 阿姨 哎呀 你那 你那年轻 这种 农果 没事我干习惯了 我天天在家里面干习惯了 那边也有这样 农果干的 阿姨太大太阳 你不要过来种了啊 嗯 过来 嗯 种了今天 种起这点不用种了 嗯 嗯 阿姨心疼我啊 叫我回去休息了 怎么可能丢阿姨 一个人在这种嘛 是不是 肯定要种完了 种完再回去跟阿姨 我叫阿姨回去休息 阿姨倒好 叫我回去休息